大家好 我是QQ 又來到一個星期最後一天 今天要講的文型都很簡單 兩個是很類似的文型 意思都差不多 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要講的是 Mugida 或是Mugini Mugino 前面都是根名詞 表示適合於某一個對象 我們看看這裏的例子 就明白是說什麼 例如 この服服はキャンブムギダ 這件衣服是適合露營的 或是想說適合某些人的時候 可以是Nihonji Mugini 或是適合女性的時候 也可以跟這個 女性Mugino 要跟這個ダ 還是跟に 還是跟の 就是看你後面那句是跟什麼 例如Mugida 就是這個句尾 如果Mugini 就是這個狀語 如果是Mugino 後面就要接觸這個名詞 下一個要講的文型 跟它很像的 就是Mugida Mugini 或是Mugino 前面都是根名詞 表示面向XXX 或者以XXX為對象 表示針對的對象 我們看看這裏的例子 外國人無限的放送 是夜9時開始 面向外國人的廣播 從晚上9點開始 表示這個放送 是針對外國人的 即是很適合外國人去聽 在9點就會開始 一樣 究竟是用da ni 還是no 看看你後面是接觸什麼 今天要講的兩個文型 就是以上兩個 是否很簡單 大家看到那個向字 然後後面是跟這個key 或者是跟這個key 也有表示適合於 或者是以XXX為對象 的意思 兩個前面都是跟名詞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就可以再看一次的影片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就可以去我的IG 或者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再見 拜拜